快捷汉语一加一 快捷汉语一加一 第十六课 上班 第一幅画 词汇 上班 下班 工作 公司 停 路口 绿 红灯 绿灯 对话 老李骑自行车去哪儿? 他骑自行车去上班 老李在哪儿工作? 他在一家公司工作 老李为什么停在路口不走了? 因为他遇到红灯了 老李看上去很着急吗? 是的 他可能要迟到了 第二幅画 词汇 按时 财 旧 旧 老板 大声 大声 训斥 道歉 一定 对话 老李是按时到公司的吗? 不是 他九点多才到公司 公司老板对老李怎么样? 老板大声地训斥老李 老李是怎么做的? 他赶忙向老板道歉 老李对他的老板说什么? 他说 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不再迟到了 第三幅画 词汇 忙 文件 处理 接 对话 现在老李在做什么? 他在办公室里工作 老李的工作怎么样? 他很忙 要干很多事 老李的办公桌上 有什么? 办公桌上 有很多文件 等着他处理 老李还要做什么事? 他还要打电话 接电话 第四幅画 词汇 秘书 抽烟 休息 发火 碰 小心 对话 现在老李去做什么? 他把处理好的文件 交给老板的秘书 老板的秘书 也很忙吗? 他不忙 他在抽烟 喝茶 女秘书为什么 也对老李发火? 因为老李的文件夹 碰着他的头了 老李怎么不小心点? 因为他太忙 太着急了 第五幅画 词汇 写 报复 顿 骂 指 想象 对话 老李在办公室里 做什么? 他在处理文件 老李一边 处理文件 一边在想什么? 他想 报复老板和女秘书 老李想怎么 报复老板和女秘书? 他想 把老板打一顿 把女秘书 骂一顿 这是真的吗? 这是真的吗? 不是 这只是老李的想象 第六幅画 词汇 词汇 现实 您 辛苦 原谅 对话 老李 在现实中 老李是怎么做的? 他给老板 送去一杯茶 老李对老板说什么? 他说 您辛苦了 请您原谅我 老板 老板 在做什么? 他一边抽烟 一边看报纸 老板 原谅老李了吗? 没有 老板 没原谅老李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